台北車站 我們在後面看 我們在後面看 哈囉各位現場所有在場的台北車站旅客朋友 還有我們台下的長官 還有來到我們這裡的 所有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們 大家喂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北陪 歡迎大家來到呢 由我們維蜂台北車站 以及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所舉辦的 第131週年鐵路節的慶典活動 哇今天呢 在場所有朋友們你們都好準時喔 沒錯今天是我們 131週年的慶典活動 所以今天我們準備了很多豐富的表演 像是有音樂表演啊 除此之外呢 來各位現場所有朋友們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各位的左手邊 沒錯有兩位工作人員 身穿黑色衣服工作人員 他們有拿著一個FB跟IG的拍照板對不對 那等一下呢 這場所有朋友們 你們都有手機嗎 有沒有智慧鏡手機 等一下呢 趕快找這兩位工作人員 用這個拍照框 將你的照片上傳到 維蜂台北車站的指定貼文當中 那我們一定要將我們 維蜂台北車站的FB按讚 之後呢 將這個貼文分享到你的FB 你就可以抽拍力的迷你發囉 你可以留下你美好的回憶 當然我們今天除此之外呢 還有非常精彩的一個鐵路的紀念展 鐵路迷的這個紀念展 鐵道回憶展就會在於我的右手觀眾裡 各位所有朋友們 等一下也歡迎大家 可以浪到我們舞台邊的右手這裡 我們有一系列總共準備了一百三十一張的這個鐵路 當然呢 因為火車跟鐵道呢 一直也都是我們這場所有旅客朋友們的一個記憶點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也希望藉由鐵道攝影來喚起大家對於我們鐵路的回憶 好 那我在這邊呢 我們也要分享一下 我對鐵路局 還有我們的火車 還有鐵道 到底有什麼樣相關的記憶呢 其實呢我從小到大 我是生長在鐵道旁邊的 為什麼 因為以前呢 鐵路還沒有地下化之前呢 火車都是在地面上行駛 所以呢 其實我是從小到大 看著火車長大的孩子 所以其實我對於火車的印象呢 非常的深刻 尤其呢 對於我們以前呢 我們的這個鐵路 還沒有捷運之前呢 大家如果要去台北車站 要去基隆 要去桃園 一定要坐火車對不對 所以呢 在我的這個記憶當中呢 鐵路真的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尤其呢 我們非常喜歡做自強號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太魯閣號 非常的舒適對不對 我們可以呢 一路直達花蓮 那再來 很多朋友們喜歡 火車旅行 鐵道旅行 那在這裡呢 我們也非常 期待各位 現場在場的旅客朋友們 藉由我們這一次呢 台鐵舉辦的活動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 在台灣各個景點呢 都可以利用火車來到達 那各位呢 也可以利用火車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呢 這個美好的風景 好的 那今天 當然非常重要的是呢 我們今天是第一百 對 一百三十一歲的生日囉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了一系列的音樂活動 讓大家一起來欣賞一下了 好的 那在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當中 我剛剛有提到喔 在我左手邊這裡 這個活動呢 持續到五點鐘 所以各位朋友們 如果你們有手機的話呢 歡迎大家呢 等一下趕快來找我們工作人員拍照 將照片上傳到尾邦台北車站 你就有機會抽到我們的派利德 好的那接下來 這場是我們朋友們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我們的衛兵來到現場 當然首先 我們要先邀請台北車站的 黃榮華 黃鎮長 來跟我們說幾句話好嗎 大家給我們黃鎮長一個熱情的掌聲 歡迎 來 我們掌聲歡迎黃鎮長 維蜂公司的劉電長 還有現場的貴賓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午安 那今天就是台鐵131歲的生日 6月9號也是節目節 那很高興我們台鐵跟維蜂公司 來一起舉辦這個今天的一個音樂會 對我想早期台北車站給大家的印象 除了來搭車以外 好像也不能做什麼 因為裏克住足一下就離開了 但是在八九年前的一個維蜂公司 住進了以後 那台北車站也整個展現了不一樣的一個風格 他來這邊不只搭車 那還可以消費 還可以在伴手裡更方便 那當然這個有維蜂公司的 替我們的一個設計發展 我們也很高興帶給台北車站的一個熱鬧 那其實台鐵車站今天舉辦這個音樂會 也是更不一樣 除了消費那個搭車以外 更可以來這邊聽音樂會 那這邊有一些鐵路風情的一個照片 我想看了以後可以回顧以往 那他幫我們的西側的走廊 由台鐵制風文化的一個辦理的一個鐵道風情的攝影 那不妨今天等一下音樂會欣賞完了以後 到現場去看一下 過個不一樣的六月九號 當然他也是台鐵的一個生日 我想鐵路跟各位民眾都息息相關 因為在生活當中不管出去玩或者上學或者去哪裡 我想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一個鐵路 當然現在因為除了長距離以外 大家可能會搭高鐵 我想這個兩鐵之間它是一個相輔相成的 帶給我們國內的一個交通更便捷 但是我也希望我們台鐵經過一百三十一歲的一個生日了以後 那我們的服務會更好 交通更便捷 當然最主要祝大家身體更健康 家庭幸福更美滿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黃鎮長 當然我們在這邊呢 一定要祝我們的鐵路節生日快樂啦 好那緊接著我們在今天也邀請到 哇當然剛剛鎮長有說到了 台北車站呢進駐了這麼多很棒的商城 為我們台北車站呢帶來了更加繁榮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的人潮 也非常謝謝我們的微風台北車站的 劉文貌劉店長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好嗎掌聲歡迎 各位現場的嘉賓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最尊重的黃鎮長 很感謝你今天的麗麟 那我想今天我們微風公司 大概就是只有兩個非常誠意的一個 期望 第一個希望所有的貴賓朋友們 能夠喜歡我們的台北車站 能夠也喜歡我們的微風台北車站的商場 那剛剛陳武我們黃鎮長所說的 今天是台鐵一百三十一週年的生日 當然是很由衷的代表微風公司 獻上最高的一個誠意跟經驗 生命快樂 那剛剛站長也說了 鐵路跟大家息息相關